俄羅斯戰爭踏入第九個月 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 俄羅斯兩國正在互打資訊戰 雙方指控對手要在烏克蘭境內引爆安裝彈 不過俄羅斯的說法隨即做到烏克蘭的否認 美國白宮就批評俄羅斯的有關指控毫無根據 重新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支援 而國際原子能機構表示 未來幾天會派遣監察人員到烏克蘭兩處地點視察 相信是要回應俄方有關安裝彈的指控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更指出 俄軍在8個月內向烏克蘭境內發射近4,500支導彈 質疑俄羅斯向其他國家輸入武器以補充軍火庫 他又說伊朗與俄羅斯之間的盟友關係 可能是建基於伊朗以提供武器來換取俄羅斯協助伊朗發展核計劃 英國國防部亦表示 俄軍有目標繼續利用伊朗製造的無人機攻擊烏克蘭境內 不過伊朗外長再次否認有向俄軍提供無人機或其他武器 又說伊朗已經準備好就有關問題與烏克蘭直接舉行會談